今天其實也是一個大日子 對體育界來講也是一個大日子 因為今天早上 立法院三谷通過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的修正 大家知道 特別大家關注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26條之二的修法 因為這條法案通過之後 我們會鼓勵更多的企業 來支持像我們關懷杯這樣的一個彌賽 因為從此我們有稅的誘因 譬如說這一次 這個有150%的抵稅輪度 那如果我們認真把它計算一下 政府啊 他的稅值少收了9億 但是啊 體育界卻可以得到30億的這個資金 過了之後我希望能夠有新的榮景 就是說包括中華電信 他們一直在等待這個條例過的時候 他們會進行最後的評估 那我們希望這個評估最後是一個好的結果 那其他民間企業也在詢問 那我想我會找適當的時間 去跟這些民間企業來做簡報 那如果時機到了成熟了 我就會公布給大家知道 那以我對時程的了解 因為法令規定 他們必須要在六個內六個月之內 把這個相關的這些辦法跟細則要做出來 所以我們期待明年球季開季 我們就會有適用新的 就這一次這個運產條例過了 這個新的辦法跟準則就可以出來 所以我們覺得因為明年就可以適用 那我們希望越早越好 第一次就有個中華電信 你對那一次還會給我 再次解決? 感谢观看